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的歌听了很感动 曲调很优美 又唱起来很优雅 再加上传爱之家唱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我们把荣老师归给上帝 因为他叫荣耀嘛 对不对 我们来打开上帝的话 今天来很开心 因为长期以来每天为你们祷告 今天除了讲到还验收祷告的成果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这一段圣经我们一定读了很多年 听了很多年 但是神的话对我们来讲 每早晨都是新的 我们来读一到十八节 这里面几个关键的 牧人 羊 还有看门的 还有门 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 请你注意 我读单数节 弟兄有没有读双数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进羊圈 不从门进去 到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能入人 开门的就给他开门 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羊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所以这些门徒的头脑怎么样 白内障 你不能骂人家笨 耶稣说你不能骂人家 我现在也不能骂白目 我就改成白内障 这样就没有犯罪的感觉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故宫逃走 因为他是故宫 并不顾念羊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要为羊舍命 我父爱我 因为我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这个比喻里面 谁是门 耶稣 什么门 救恩之门 蒙福之门 永生之门 恩典之门 我们常说 这个人有没有门路 对吧 对不对 然后人家 我们帮忙 我们就说门都没有 什么意思 恩欧诺 耶稣是唯一的门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通天之门 永生之门 蒙恩之门 蒙福之门 智慧之门 爱之门 恩典之门 平安之门 喜乐之门 很多人跟我讲 范长老 信什么宗教 宗教都一样 心成 真的吗 嫁什么男人一样 心成则灵 对不对 回答我 看什么医生都一样 兽医也可以 心成则灵 对吧 我们那个弟兄 他开一个 这个兽医院 他说来我们诊所 做体检 我有CT scan 有MRI 还有超音波 我就告他岳父说 你的女婿 叫我去做促成 他说我吃他的药 我感冒都吃他的药 除他以外 别有拯救 打电话要给我 一定要打对号码 你打到第二避议馆 他说还没送来 看电视要对准频道 这是我们基督 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真理 唯一的生命 人家说 为什么排他性那么强 因为排他性就这么强 要来到林良堂 一定走和平东路 你走和平西路 你到不了林良堂 就这么简单 第二 耶稣在这里说 他是什么牧人 好牧人怎么样 所以耶稣 耶和华都是牧人 在旧约也大卫 对弥赛亚不了解 所以他说 耶和华 是我的牧者 其实全世界的人 都是上帝的羊 在伊甸园里面 上帝原来设计的 人没有死亡 没有眼泪 没有忧伤 没有战争 请问你有没有PM2.5 都没有 有没有秃头 都是亚当害的 可是将来想到他算账 他没有在天堂 他在地狱里 我说算不了账 都是亚当害的 但是因为亚当犯罪 被赶出了伊甸园 所以圣经说 说什么呢 他说 我们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我们原来是走永生的路 我们现在走灭亡的路 原来在伊甸园里 上帝供应一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要水有水 要草有草 要安息有安息 要得胜有得胜 要苏醒有苏醒 要同在有同在 要福贝就怎么样 满意 可惜离开了以后 人没有失去了神 谁做我们的牧者 诗篇49篇 魔鬼死亡做人的牧者 所以全世界都握在那 恶者的手下 谢谢主 耶稣来做什么 找羊 我另外有羊 那么路加福音19章 耶稣就说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 世上的人 人在旧约里面 羊也是人的比喻 所以你如果读一第十节 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 小字做什么 人 谢谢主 耶稣为我们死 全世界的教主 没有一个教主 为他们的百姓死的 死了也不说 而且从死里怎么样 为什么要死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到医治 上帝用那无罪的羔羊 代替了我们罪 所以耶稣一方面是牧人 也是羊 哪一只羊 特别的羊 所以你记不得约翰 来了说一句话 看哪 什么 神的羔羊 背负是人 以赛亚书四五十三章 他向羊被牵到 他向羊在剪毛人的手下 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所以耶稣一方面是羊 又是牧人 对不对 谢谢主 耶稣是牧人 我们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会讲 我们也是牧人 因为彼得说 你们当中做长老的物 要牧养你们神的群羊 使徒行传十二十章 保罗找了以弗所的长老来说 你们要做群羊的榜样 照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 所以我们是一人多角 耶稣也是一人多角 我们门讲完了 我们讲牧人 好牧人喂羊怎么样 请问羊有没有什么特性 第一 他永远没有抵抗力 你从来没有听过羊 去吃狼的 有没有 最近有人送我羊肉炉 我很希望他送我狼肉炉 羊非常脆弱 它是食草动物 羊很容易迷失 羊没有什么方向感 对不对 人也一样啊 人不容易找到人的方向啊 我们过一个罪生 行事 请问 你妈妈在你小时候 有没有骗过你啊 诚实讲啊 天下麻麻一般黑啊 有没有听过北师傅小 那个现在叫什么小学 我刚刚就是前面 台北教育大学的复数小学 听懂吗 我小学在那儿啊 我小学的我妈就跟我讲 小学不要玩 到了中学随便怎么玩 只要考取四大复中实验班 随便怎么玩 我考取复中啊 一年一百个学生 我进去了啊 头脑特别聪明啊 经过智商测验 进去了 复中很聪明的啊 我的学长叫吴伯雄 有没有听过 我的学弟叫刘兆玄 有没有听过 我隔壁的女生叫张伯雅 有没有听过 我没有追他 我到现在没有后悔 我是有品味的男人 大家有没有听过连战 普通班的 头脑比较差的 副中的第二代叫副二代 副中的太太叫副婆 到了副中妈 我说妈妈 随便我怎么玩 我妈说中学千万不要玩 少壮 老大 那我说什么时候玩呢 大学到了大学 随便怎么玩 总算考取大学 最后一分进去 吊车尾 大学 英文叫University 凡有你玩四年 大一教大二俏 大三拉警报 大什么人要 对不对 对不对 到了城 他妈妈又打电话 我说大学千万不要玩 少壮 我这样可以讲到五点 等一下点心 我一个人打包 少壮 老大 我说什么时候可以玩呢 他说你大学毕业 找他工作随便怎么玩 那时候大学 一个同学写手诗歌 我当时印象深刻 大学一教四年梦 学业爱情两成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大学毕业 当晚了兵 第一个工作 台湾铁路管理局副站长 好不好 火车能不能来 我决定 赚钱了 我说妈可以玩了吗 我们说千万不要玩 少壮 老大 我说什么都可以玩呢 到了美国 什么怎么玩 我一直想去美国 不是去读书去玩 第一次去美国 38岁已经玩不动 我就记得眼光看得远 我有十个兄弟姐妹来到台湾 我第九个 你有没有发现 越小的越聪明 真的 我爸爸45岁才生我 我爸爸是1896年生的 1896年生的 当然民国前 你还跟我 这还你跟我讲 那你来讲道好了 你们除了唱诗 还想讲道 你不要一把抓 你垄断讲台 你们觉得越小越聪明 来我们做个调查 我们排行老妖的举手 哇 你看多聪明的样子 我们排行老大的举手 你们笨笨的还举手 我的哥哥姐姐 小学毕业中学 中学毕业大学 大学毕业什么学 留学 我到现在80% 哥哥姐姐在美国 而且我们家的规矩 哥哥姐姐招待弟弟 不能收钱 有没有听懂 而且弟弟再老 哥哥姐姐要给弟弟钱 所以我到美国 哥哥 最近美金贬值有点惨 最近已经 差不多29了 对吧 我们年轻时候40比 我们来讨论一下 花一个钟头研究好不好 我就看见我哥哥暗部 循序 然后小学毕业中学 中学大学毕业 然后到了美国 戴了帽子 娶了妻子 生了孩子 买了房子 买了车子 裤子 袜子 鞋子 对不对 到最后还买一个盒子 对不对 什么东西 大嘴巴讲道 就想观察 受财 我问我妈妈 人活在世界干什么 到最后要进棺材 我妈妈说 谁让你看那么远的 我说你不知道 我看得远吗 她说不要看那么远 对啊 谁告诉我人生的目标 谁来告诉我人生的方向 孔子说一句话 打动我们的心 为之生 哲学家罗素 人家问他人生有什么意义 罗素说 你问我人生有什么意义 又有什么意义 哇 那个人说 罗素你太伟大 你讲的话我都听不懂的 罗素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 台北有没有这种人 你说马上随便问 你吃饭冲一下 要睡吗 要睡了呢 要吃吗 要吃了呢 要睡了 跟哪种动物一样 何必骂自己呢 我们像羊迷失 我们像羊 吃到被狼吃掉 我们像羊 很软弱 谢谢主 上帝来找我们 用什么来找我们 用他的仆人来找我们 我中学同学 把我带到教会 听了一个人讲到 那一家人都是强盗 叫寇世远 他们不是姓寇吗 这你不要怪我 对不对 活该他为什么要叫姓寇呢 你可以姓别的嘛 对不对 谢谢主 那天晚上寇世远讲 上帝爱你 他的儿子为你死 为你复活了 如果你打开心 接受耶稣 他改变你 他给你新的生命 弟兄姐妹 人 对不起 我来聊 叫人得什么 而且得得更什么 那个丰盛 原文去查 可以说与众不同 出类 卓越 信耶稣的人 有神的生命 别人没有 信耶稣有神的爱 别人没有 别人只有人的爱 信耶稣有上帝来的智慧 别人只有人的智慧 没有信耶稣 只有人的能力 信耶稣以后呢 上帝的能力 没有信耶稣 只有人的帮助 信耶稣以后呢 上帝帮助 想要一件东西 第二天就送到家了 对吧 不是我讲的 这个人讲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也一样啊 我很多年一直想一个 找红色的毛衣 开金的 就买不到 到欧洲到美国都买不到 突然有一天 一个姐妹 拿个信封来说 饭长了 我送一件毛衣 我说你为什么送我 她说我公公 七十岁大 是我送她 结果她太大了 传不下 我送给你 一打开看 就是我要的 上帝为那些 爱谈所预备的 是眼睛什么 耳朵呢 心里呢 超过所求 这叫三轮车 跑得快 上面做个老太太 要五毛呢 你说奇怪不奇怪 感谢上帝 我一直想吃一种食物 你有没有听过 叫普一的咖喱角 普一已经关门了 没错 她的师父 用了她的牌子 姓吴的 我找了 已经关门了 就是原本 连电关门了 最近有一个姐妹去 开车子买了一盒给我 感谢主 还有个姐妹更可爱 要不要听 她去学做咖喱角 她说你为我祷告 让我做学的城 我就每天为她祷告 真的 听懂吗 感谢上帝 上帝的预备 我们被她找到了 找到了做什么 得得更丰盛 所以我很喜欢 讲四个字 你们也喜欢恩上 你看世界上的人 活得越长 我们领得越多 世界上的人不一样 世界上是往小而过年 我们是活得越长 领得越多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在你经过的路径下 兜地下 自由 刚才在电梯还碰个 范长老 你几十年都没变呢 我说死人才不会变 我说我最近才拉过皮 还执过法 在电梯里骂人 你看 那林良堂的 求主怜悯 我们都私下骂人 他公开骂人 感谢主 很多人说你气色不错 回光返照 感谢赞美主 我们可以得生命 还可以得得更丰盛 神的爱 神的智慧 神的帮助 神的医治 神的眼光 神的心胸 我最后说神的高度 以父所书告诉我们 我们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那个坐 原文是过去事 已经坐了 我用上帝眼光看历史 我用上帝眼光看苦难 我用上帝眼光看钱 感谢上帝 我不希望发财 我不是财奴 我是财主 财听我的 钱听我的 我懂得怎么样 照着上帝旨意用钱 对不对 生不带来 但是我们在人生当中 可以转账天上 耶稣说 变满你所有的洲际穷人 就必有什么 财宝在天上 有没有贼来挖窟窿 会不会生锈 你人家 你请吃饭 千万不要请那个有钱吃饭 听懂吗 还有喜欢吃美食的人吃饭 听懂了没有 还叫我们发香菇 要用猪皮发的 你就说要成一个人了 在后面 不要单请他吃饭 要请那个瞎眼的瘸腿的 残废的 他们在天国里请你吃饭 感谢上帝 丰盛的生命 我们现在要享受这个生命 很多人有生命 没有丰盛的生命 请问我两个孙子 一个十二岁 一个两岁半 请问你 他们是不是都是人 你说不是 我给你拼命 是不是 成都一样吗 我那个十二岁孙子 打篮球一场二十分 可以做早餐 给他爸爸吃 可以洗衣服 我的小外孙两岁半 能自己洗衣服吗 结果他自己跳起洗衣机 就洗了一遍 教会应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成长的生量 不要永远做小孩子 永远吃奶 我的两岁半的孙子 已经断奶了 要吃干粮 我们不能只听 讲员讲的圣经 那是奶 我们应该自己去吃神的话 消化神的话 对不对 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成长的生量 跟耶稣有相同的成熟度 感谢上帝 羊有没有责任 听主的声音 跟随主 出入得草吃 三个事情 听主的声音 请问基督徒会不会 应不应该听主的声音 大家说怎么听 启示录二三两章 写到最后一句话 有耳可听的 凡是有耳听 都是听什么 圣经就是神的话 你要透过圣经 来听上帝的话 你圣经越熟 你越容易听到上帝的话 garbage in garbage out bible in bible out 所以圣经要我们把 主的道 丰丰富富的存在 心里 到时候圣灵 就会让我们 想起主耶稣的话 我最近发生件事 跌破眼镜 要不要听 无意中做超音波 无意中被医生发现 我胰胀上面有个肿瘤 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 结果再去做 电脑断层 结果再抽血 以后人家就介绍 我去看一个 内分泌科 我原来以为肝胆肠胃 后来我才发现 我们的胸腺 我们的胰胀 都是分泌 内分泌的 对不对 胰岛素嘛 去看 这个医生又把我吓一跳 要不要听 你的血液检查 排除是发炎 我现在把你往 胰胀癌的方向 去追踪 你们知道 胰胀癌是所有 癌症你最不好治的 对不对 五年的存活力 5% 这个时候要不要听我的心情 出人 我这么多年读这句话 有了 应当义无挂虑 我跟主说 医生要我死 你不要我死 我死不了 医生不要我死 你要我死 我逃不掉 对不对 而且我们 我们的头发怎么样 它都数过了 天空的飞鸟 也不重也不收 天父丧结养活他们 如果父不许可 鸟呢 没有一个会掉下来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过哪一天 哇 鸟掉地上 营养不良死掉 我到现在77岁没看过 里面有平安 有喜乐 生命在你的手里 你如果要我去 我到天上怎么样 好的无比 你以为我留在地上 可以修理荣耀 这也很好的事情 对不对 他等一下做结束祷告 他会修理我 这个叫冤冤相报 好平安 好喜乐 完全完全 真的一点忧虑都没有 倒是让我 跟我太太感情更好了 要不要听 他说你知道我不能没有你 早一点讲嘛 到这时候才讲 不见棺材不流泪 我也假装说 我也不能没有你 感谢神 最后转一个 他说对不起 内分泌科说我不能判病 我帮你转一个 胰胀癌的专科医生 要不要听 一看之下 他说你的癌症指数正常 所以应该是个水泡 感谢神 感谢神 你发现神的话 融入在你心里 这么多年已经消化了 到时候神的话就 怎么样 出来了 没有忧虑 我没有对我自己说 你是长老 你常常讲道 要不要听我 要讲讲 要搞讲 主的话出来了 找几个好好 很好的朋友 常为我祷告 请你们为我祷告 谢谢主 有主的话 我们就刚讲 第二 跟随主 不要听那些盗贼 谁是盗贼 假先知 谁是盗贼 假基督 谁是盗贼 假使徒 谁是盗贼 假长老 谁是盗贼 假弟兄 请问真的跟假的 哪个比较多 假的 台湾是诈骗极端的天堂 对不对 常常欧洲就 请了几十个人回去 想赶一些主 都过到大陆去 因为大陆比较严格 很多人接到诈骗电话 中央研究院一个副院长 接个诈骗电话 被骗了三千万的 我是检察官 天哪 我也接过啊 不不 我被绑架了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背不出来 你去死好了 根本不是我儿子 下次我说万塞文 不不不 我被绑架了 尤大叔第二章第一节 你背给我听 他如果背得出来 也不是 因为尤大没有第二章 听懂没有 我早就想好了 我们心中常做准备 假先知 假基督很多的 最近论坛报 有半版的广告 忧心忡忡 现在马上请他们把 因为我是董事 拆掉 有一个从印度来的 二月初要在台北 举办 在新竹举办一个大会 我观察了十几二十年 这根绝对是假先知 求神怜悯我们 不要听那些 外来人的声音 假先知 大部分从外来的 为什么 我们查不出来 他的生活行为 小心 耶稣常常提醒我们 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从外来 他们是 披的羊 披的狼 对不对 对不对 从果子认得树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坏树不会结好果子 好树不会结坏果子 我讲这段差点舌头抽筋 到那日比 有许多的人跟我说 主要奉你们一传道 奉你们赶鬼 奉你们行很多异能 主耶稣怎么说 我从来不认同你们 你们这些做了 离开我去吧 我查验一个先知 绝对看他生活 有没有圣洁 一个真正被神用的人 一定过圣洁的生活 没有意外 行神迹 我告诉你 别的宗教也有神迹 你看他们讲到转世 有没有听过 哇 我还没有死以前 说我将来到哪里转世 到那边找了个小孩子 知道我在前生全部知道 宗教达官 几十年前 在三立电视台的节目 那个主持人叫台志源 现在还在主持 对面做个红衣喇嘛 这边做了我 他说我有胃病 红衣喇嘛说不要动 眼睛一闭 隔空治病 马上好了 台志源问我说 你们基督教有没有这套 我说关于生病 找健保 我们搞更高的层次 叫天人合一 听说不要被先 所谓的神迹欺骗 因为摩西会行神迹 请问你法老的术士呢 也会行神迹 学术 我们叫它鬼迹 我告诉你 使徒现在十六章 十六节 保罗到了以弗所 有一个使女 一直跟他一人 大声喊叫 这些是神的仆人 对你传救世道 他是被污鬼所赋 叫他的主人大德财力 那个污鬼去查原文 就是说预言的灵 所以算命的 也可能会应验 因为邪灵 也知道一些未来 现在很多台湾的大教会 传爱不在里面 传道人为信徒按手 祷告两分钟 又看一幅图像 然后跟他说个人预言 假先知 因为上帝不喜欢我们 知道我们的未来 你们明天如何 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 现在人家请我讲2019 我常讲一句话 如果那时候还活 我就去 我不知道啊 谁知道我 胰胀长的肿瘤呢 听懂吗 我太太好紧张 因为我最近瘦了五公斤 是因为我在整牙 你听懂吗 他还跟医生说 有天晚上我先生肚子痛 那个医生说 肚子痛已经到了晚期了 有没有听懂 听懂吗 我们生命在谁的手里 他要收取我们的气 我们就收 他要留我们就留我们 人生生有时死有时 我永远不相信什么保健啊 健康食物 当然要吃的健康 我也不太相信运动 运动是好的 对不对 我也不反对 运动也不是最好的 因为操练身体 一处还少 唯独近前 有精神和来生的应许 弟兄姐妹 小心不要听那些声音 不要跟从他们 跟从谁 怎么跟 圣经 你的话是我 路上的 那我再说 请问我们是不是门呢 耶稣是门 我们是开门的 什么叫开门的 不让让强盗进来 强盗来做三件事 根据约翰福音第十章 哪三件 偷窃 强盗专门到教会里偷羊出去 第二 杀害我们的灵魂 耶稣说 不要怕那个杀身体 要怕那个杀灵魂的 对吧 第三 还有什么 毁坏教会 所以开门的重要 英文叫gatekeeper 在旧约翼叫什么 watchman 守望着 古代有没有烽火台 烽火台做什么 敌人来了 白天放什么 狼烟 晚上放什么 火 对不对 后来我去查 Google 为什么狼烟呢 才发现狼的粪的烟特别浓厚 PM2.5特别多 这句话是我家的 Google没有的 我们做传道人 做长老 做弟兄姐妹 就是替弟兄姐妹开门的 所有的聚会千万不要随便参加 要经过长老同工们的筛选 广告越大的越小心 你有没有发现 真正好的餐厅很少做广告 有名的医生 一排都挂不进去 听懂吗 他不会老是说我是医生 不会 小心 我在台湾做了 看门的看了五十几年 辛不辛苦 吃力 不讨人的好 因为我专门过滤筛选 国内国外的假先知 我甚至被一个假先知 告到最高法院 第一省的律师叫顾立雄 有听过吧 二三省叫李律 陈长文那一批人 这个假先知是做使用生意的 从新加坡来的 我告你到死 我有的是钱 感谢神 三省都我胜诉 我的律师就是秀岩的妹妹 秀山的妹妹秀岩 她不肯收我钱 因为我替她证婚 听懂吗 所以我现在专门帮医生 律师 会计师 还有李医师 懂不懂李医师 做什么的 抓化妆 我还要化妆 你乱讲 卖棺材的 将来希望白湾 给 one free 就是说将来饭长老买一送一 有没有听懂 在开玩笑的话 她妹妹帮我打官司 圣树 弟兄姐妹们 这个先知跑到新殿最大教会 为一个牧师祷告 等牧师以后 一个灵进来 就烧他的圣经 很可怕的 我们现在家丑不可外扬 很少愿意提这个事 我非常佩服 怀恩堂的牧师 叫李耀宾 有没有听过 他被人家诈骗了几百万 他就告诉别人 我被诈骗 因为可以让别人 不要被诈骗 求主联名我们 小心 特别是外来的假先知 到那日还有耶稣说 说什么呢 他们说我是基督 有没有 你看原文 没有基督这两个字 凡是自己说 我是先知 我是使徒的 小心 真正使徒先知 不用讲 蔡英文有没有讲过 我是总统 不用 大家知道他是总统 大家听懂吗 求主帮助我们 要小心 好 我们是羊而已吗 我们还要出入得什么 吃神的话 不仅吃要消化 我最看重弟兄妹 我跟很多的团戏 我现在大概一个月 有十六次的查经 跟一些弟兄妹 每个月一次 弟兄妹 我只要求他们一件事 我们听了就去做 饭不是用来吃而已 对不对 也不是用来享受 当然是美食 对不对 吃饭最重要的是什么 消化 凡听见主话去行的人 像什么人 聪明人 把房子盖哪里 风吹 雨淋 水冲 撞那房子 房子 永不倒塌 凡听见主的话 不去行的人 像愚笨人 把房子盖 沙土上 风吹雨淋 倒塌很大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 遵行神旨的事 永远长存 马丁路德讲 因信 我讲 因信行义 因为信心没有行为事 死的 求主帮助我们 天真主话行 神最喜悦 神最喜悦 有人来跟耶稣讲 你妈妈来找你 弟弟来找你 耶稣好没有礼貌 要不要听 耶稣当然不会讲台语 耶稣会不会讲台语 当然会 他是全能的 他不会 你还胡隆我说 他不会 只有你们会唱台语歌 凡尊行天父子一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就是我兄弟了 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也来做开门的 我们也来做牧人 因为保罗对 以夫主长老说 勿要牧养 你们中间的群羊 请问小组长 是不是牧人 是 家长是不是牧人 你的儿女 你的儿女就是你的羊 团区的辅导 是不是牧人 我做国王团区五十年 最近他们举办 请我吃饭 世界面告诉我 给我个surprise 我太太已经给我吃饱了 有没有听懂 我去一口都没吃 他们自己吃喝玩乐 还假装为我庆生 敲诸怜悯 明天要再去跟他们查圣经 要骂他们 出于爱心的责备 他们吃什么 我都不喜欢吃的可乐 有没有听懂吗 什么洋芋片 这个怎么当饭吃 听懂吗 还有披萨 我们吃葱油饼也不吃披萨 听说马可波罗是把披萨 带到欧洲变成 把他们吃葱油饼 那你来讲 我讲错一个 我们做开门的 我们也是牧人 还有99%的羊在外面 路加15章 耶稣不是讲个笔吗 有个牧人有一百只羊 掉了一只呢 大家说 那个牧人 我们说老子还有99只 然后跟那只羊说 你去死好了 你活该 有没有 冬天到了做羊肉炉 在耶稣的心目中 他更看重那些 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求神让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体力 多花在对外 我为什么喜欢传爱 因为你们传爱 你们的百人是做什么用的 传福音 对不对 我不会唱 我只会讲 我最近还现场直播 第一次找到三个跳街舞的 我也跟他们一起跳 我跟他们说抽筋 就是跳街舞 反正没有什么动作 你随便搞 对不对 我也上场 第二次跟人家卖钻石的 我这个人了不起 一百分钟卖了 一百八十颗 一颗钻石 我说你卖的钻石是死的 我卖的活钻石 因为耶稣是活的 听懂了吗 第二 你卖的钻石没有光 我的卖是自己会发光的 对不对 耶稣是生命的光 对不对 第三 你的钻石白的 我是卖血钻石 耶稣留下宝血 有没有听懂 你的钻石要钱的 我的钻石无价之宝 你的钻石每一年 有一三千克拉的钻石被挖出来 我这个钻石空前绝后 而且我这颗因为太贵了买不起 所以只送不卖 最后我要问听众 你们要这时候钻石的 请你跟我接受耶稣祷告 好吧 第三次这次跟两个单亲妈妈 要不要听 一个卖腊肉 一个卖干贝酱 我说你们卖的腊肉 我是卖人肉 叫耶稣的肉 因为耶稣说 他的肉是可吃的 他的血呢 而我也这个机会传福音 我现在都可以凹到福音 你们不觉得上帝创造 很特别的传道人吗 我在传道人当中是很谦卑的 很少人像我这样谦卑的 容长老比我差远了 我看他比我强 我看他比我强 听懂了没有 坐开门的 坐牧者 耶稣问彼得说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你喂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小羊 求主让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 我们去找羊 我们请他们到教会来 我们供应草 我们供应水 活水的江河 给他们 让他们成长 然后他们又可以去找羊 这是个良性的循环 对不对 感谢神 我最近看几个教会 心里很佩服 板桥 这个江子翠行道会 十几年 现在两千多人 他们需要买块地 扩张他们的境界 感谢主 跟他们的传道人工作很辛苦 各位听懂吗 他永远没有满足 新生命小组 还有一个女牧师跟我讲 我们的顾牧师 把女传道当男传道 把男传道当畜生 听懂没有 没有一例一休 也没有加班费 感谢主 扩张我们的境界 好不好 好不好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要与人同得着福音的好处 在耶稣心目中 传福音最棒的 那报福音传喜信 他们假装何等倒霉 对吧 回答我 可是很少人愿意走 好奇怪 你看裴灵会 严禁会 什么特会 多得要命 步道会很少 我佩服唐从容 他比我还大一岁 全世界拼命在传福音 永远没有满足 我最近到他最后一次来台湾 他说他可能最后一次来台湾 来查经最后一次 我跑去上面跟他讲几句话 有人还问我 你跟他讲了什么 要不要听 我说我代表我自己向你 向你感谢 你几十年来为台湾百姓所做的 他问我一句话 你在干什么 我在传福音 我还干什么 只有你传了 我不能传 你归正 我也归正 我还有一天笑他没有归正 要不要听 范长老 你哪一年生的 我一九十一 你是属蛇的 不对 我属祖的 听懂了吗 谁属蛇 你属蛇 他更可怕 他比我大一岁 他属龙 听懂没有 他说你是蛇年生的 我是祖后一九十一年生的 旁边一个姐妹说 唐牧师你要归正 算 那种莫名其妙的快乐 这个平常在台上修理的人 总站在台下被我修理了 而且他牙口无言 哇 那天他舌头抽筋 愿主赐福我们 我们是羊 也是牧人 也是看门的 我们跟随耶稣 听他的声音 出入得草吃 消化 我们就得更丰盛的生命 而且上帝把我们放在耶稣的手里 上帝把我们放在上帝的手里 我父比万有都大 没有一个人能从我父的手里怎么样 夺取 我们在耶稣的手里 非常的安全 不是他许可 我们的头发一根都不会掉下来 所以上帝喜欢秃头 因为俗起来比较简单 我如果有一天跟家记一起碰到耶稣 耶稣一天跟家记说 你头发太多了 太烦了 听懂吗 当然有人喜欢头发多的 那随便他 我太太喜欢秃头的 因为洗发经一贯用二十年 一个弟兄送我一个吹风机 道谢没用 一次也不用 每一次看到他 有爱心没有智慧 愿神赐福传爱之家 恩上 利上 乐上 我们是有好牧人 我们也做好牧人 为羊舍命 约翰一书说要舍命 我们怎么舍 不是舍命 舍掉自己 舍掉以我自我为中心 天气这么冷 电话来了 有时间有体力 一定去 我的手机二十小时开机 我去摸手有个方便 没有计程车 也有二轮车 有没有听懂啊 谢谢主 坐了这么多年 快乐得不得了 为什么 去看一个弟兄 就是看耶稣 老人家的话 千万不要信 奋着了 天太冷 不要来啊 去了以后说 我等你很久了 要修呢 我来看耶稣的妹妹 听懂了吗 耶稣说 你坐在小子身上呢 赐福弟兄姐妹 为你们祷告 让我们成为一个 传爱之家 好不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牧人 我们每一个人是强壮的羊 我们每一个人是 提上帝的教会开门的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赐福你的话语 加上你的恩高 成为我们的生命 谢谢你这么多年 传爱之家 在你的保守恩典之下 求主赐福2018 更多的恩典 2019更多的恩典 更多的人 因为我们的福事 得到救恩 更多人 因为我们的福事 得到丰富的生命 感谢祷告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大家